再来看 长期以来 美国明里暗里的反对英国使用华为技术设备建设5G网络 13号 美国官员再次对英方施压称 英国使用华为技术简直是疯狂的举动 而对此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4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 公开回应称 英国民众有权使用最先进的科技 约翰逊指出 既然批评华为 那对方应该拿出个替代方案 他说 我们希望为所有英国人提供千兆宽带 如果有人抵制某个品牌 那么他们就必须要说得出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替代方案 去年春天 英国政府原则上决定允许华为公司 参与英国高速5G网络的非核心部分 可美国却一再对英国发出警告称 如果英国允许华为运营起5G网络 可能会对跨大西洋情报共享机制造成威胁 对此 英国军情武处负责人此前已表示 英国政府可以在5G方面与华为合作 这并不损害英国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关系 有消息称 预计本月内 英国将决定如何在其5G网络中 使用来自中国华为的设备 一支帮人 Burku 上海外